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影片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逼真细腻的视觉特效 全篇2003个视觉特效镜头将人们对于未来的大胆想象变为了影像 而这其中近一半的特效镜头都是由中国一家视觉特效公司制作而成 这次也是第一次对大家观众任何的一部大量使用视觉特效的一部电影 那其中的比较难的部分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成立于2007年的莫静天河是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数字特效制作公司 曾参与了黄金大结案 一出好戏 悟空传等多部电影的视效制作工作 并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 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就在去年9月 莫静天河唯一的分公司落地成都 成为该公司继北京之后的第二个制作基地 这几年成都整个的一个发展状态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不管是经济 文创 还有包括就像高云区这一块的这种建设 其实都很快 而且它就在逐步改善一线城市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又不缺我们最需要的人才 成都分公司共有10名视觉特效制作人员 参与了流量地球的制作 今年30岁的哈尔滨人王正就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那个片子已经成为 那个春节档期的第一名的时候 其实马上心里的就有一种成就感是其中之一 其实很心内 作为成都分公司资深的视觉特效制作师 王正主要负责流量地球中 视觉特效镜头的材质贴图工作 刚开始这东西可能是没有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但是做出来的这个模型 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质感 没有任何颜色的这么一个 像石膏类石膏一样的一个模型 那我的工序是它的下游环节 是需要定义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材质 材质是决定特效是否逼真的关键步骤 影片中一个短短几秒的特效镜头 有时要耗费王正数周的时间 历经千百次细致的打磨才得以完成 那个时候其实光做那个电梯井 我一个人做的话 其实就已经做了很久 因为每一个 每一块就是金属 每一片脏剂 或者每一片细剂 都要一点点去画 所以一定要把每一个地方 都画得非常细 才能让观众觉得 那是个真的东西 自幼酷爱电影的王正 一直怀揣着一个电影梦 大学毕业后 他如愿以偿 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电影视觉特效制作人员 并先后参与了多部票房电影作品的 视觉特效制作 去年墨镜天和成都分公司成立后 王正从北京来到成都 在成都继续他的电影梦 作为一名特效制作人员 要掌握一流的专业技术 需要大量现实素材的积累 而成都包容多元的文化气质 为王正的创作输送了不少灵感 金属的这个铁柱和下面这个结构的话 就很像是一个横在江面上的一个铁路 大桥 下面的一个桥墩 那其实这个相当很多 上面很多脏迹和这些感觉 就很像是长期被有湿润的痕迹进度 然后跟那个血连接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去找灵感去拼素材 然后用到我当前的这个镜头制作上 东郊记忆是成都一座融合工业记忆 和现代文化的新型文化创意园区 怀旧和时尚气息兼具的文化艺术氛围 让王正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可用的素材 我平时拍这个素材的时候 我就比较喜欢来这种工业风强烈 因为他这边的这个东西很旧很自然 看着很真实 经过王正和团队的探索 墨镜天河公司愈发看重 成都影视产业的发展潜力 今年三月初 墨镜天河也正式宣布 将在成都建立一个千人制作基地 不久的将来 成都造特效电影 将会出现在全球的大荧幕上 成都浓厚的文创氛围 和丰富的人才资源 正吸引更多以墨镜天河为代表的影视企业 来这里大展宏图 不仅如此 近年来越来越多优秀国产动画电影的幕后 也出现了不少成都人的身影 等到今年七月半 我一定要出去吃个痛快 成都有个流远外加 据说那家厨子手艺非常好 君其貌虽丑 你们两个胆子不小啊 人贵神三剑之中 这部将中国风贯穿始终的动画电影 中魁传奇之《碎寒三游》 是根据中国经典神话人物中魁 而改编的纯手绘原创动画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这部被业界誉为工匠精神的动画 它的制作者是成都的一家动画电影公司 因为中魁这个故事 本身就比较传统 不管从风格上 还是标显方法上 用传统的那种方式来标显这个故事 所以当时的定义就是一而为收回为助 陈涛是这部手绘动画电影的制作总监 影片中的主角钟魁 欧阳先生 书生刘凯等人物形象 都是他一笔一画在纸上画出来的 而上一部在影院上映的国产手绘动画电影 还是1999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宝莲灯 这部电影时长近90分钟 由200多人耗时10年才创作完成 金首绘的画稿就有70多万张 在这漫长的创作过程中 作品的诞生地成都 为以陈涛为首的绘画师们 带来了不少的灵感 成都周围的一些自然景观 非常丰富而且离成都都不是很远 像我们在那个中魁的创作的过程当中 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和我们那些导演 到周围的一些其他地方去采访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作过程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首绘动画《中魁传奇之碎寒三友》 完成了这群成都动画电影人 向经典致敬的心愿 下一步他们将筹备一部新的动画电影 准备利用先进的CG技术来完成 如今在成都已经汇聚了数十家 中国知名的电影工作室 创作出多部响于海内外的优秀电影 从票房过亿的十万个冷笑话 捧回嘎那奖杯的启示录 到斩获海内外三十余个专业大奖的 打 打个大西瓜等 成都电影受到了越来越多 来自世界的关注 我觉得成都作为一个创意的发源地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在成都这个地方找到了 就找到了我肯定想做的事情 成都的很多气质 和它已经具备的这个整体的 一个城市的系统化的一些东西 已经跟我们公司的需求是极度的温和了 一部电影就能成为人们爱上一座城市的理由 从太阳神鸟金箔到都江燕水利工程 再到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 已经走过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成都 从不缺乏创新创造的文化精神 更不缺乏精彩的故事 正在建设全国重要文创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的成都 以丰富开放多元的文化 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头角 未来将有更多怀揣电影梦想的人来到这里 将他们心中一幕幕浪漫的想象 化作一针针精美的影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